现在选战进入了倒数阶段 新北市长朱立伦终于动起来 在今天开放了3500坪的竞选总部以外 也在新庄体育馆和议员候选人共同造势 而前台北县长周锡伟也加入了竞选团队当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立伦这回高规格打造竞选活动 也让外界相当好奇朱立伦的下一步布局 让我们欢迎新北市市长候选人朱立伦 体育馆万人造势 新北市长朱立伦一走出来全部人起立鼓掌 新北大会师超壮观 不论是场地转播设备都是高规格 新庄县全面通车 我们也看到顶浦县年底可以完工 明年可以通车 机场捷运从台北车站一路到机场 明年底也要通车 系数正机朱立伦更母鸡带小鸡 带着所有议员候选人一一唱名欢呼 月底这一战要赢得漂亮 竞选总部也得和别人不一样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 3500平竞选总部之前是婚宴场所 内部华丽 水晶灯 电福梯 还有超大宴会厅 更走文清风设计竞选涂鸦拍照区 终于对外开放 朱立伦父亲也现身给儿子打气 祝福他狗票党宣 主着拐杖也要来支持 竞选总部外更看到另一位 好久不见的前台北县长周锡伟 问题总统大会几率很高 但是我们党内目前还有一位是 副总统你怎么看 大家现在想很多 我只用国家两句话来讲 就是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引用佛法回应总统大选 传出五对议朱立伦都在抢拉周锡伟 这位已经裸退政坛的大将 要替2016铺路 新北省战开始热起来 朱立伦蓝军领头羊 未来动向更让外界加倍关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